其實冒心我覺得是跟一些邊緣性的內房股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那個博弈已經去到是有些all or nothing的地步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說最新的是所謂的煙草的諮詢稿 或者是那個已經下達了近乎那個想法 其實是對於整體來說 大部分的這些電子煙相關概念的上下游的股房 其實絕大部分都相對有利的 比如對於華寶或者是特別的施摩爾 這個是特別的有利的 因為施摩爾從頭來講都不是太有關係的 因為它不是直接生產電子煙 它是電子煙代工的 而且那個電子煙代工中國占了大概20% 絕大部分的大頭在外國 比如說那些菲利古莫里斯或者是日本王家煙草 那些代工漿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只要這個政策是明朗化了 我不是說完全變了電子煙的 而是只不過是說在監管裡面是和煙是等題的話 對於施摩爾已經是叫做黃金浩蕩 已經要放生的了 已經完全放生了 所以你見到施摩爾 我會先講一個題的話 施摩爾其實現在已經不是 不是所謂政策干擾的對決 而是說那個股值無形 就是Value of Asian 上下限的那個對決 所以你看到 衝到太高又衝不下 跌就肯定跌死了 就會形成浪高了區隔力 施摩爾其實當是被政府放我生的了 好幸運力 但是 但是 冒芯其實就未必 這個 仍然都有一定的關鍵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個 因為其實你細心點想一下 冒芯科技 它本身來的 是做最上有的 就是我有一個電子Exactly的品牌 叫做月克 OK 但是其實在這個草稿裡面 它還有一件事是 顯著了是 武芯科技 就是RLX 這隻股份 就是說究竟你那個 電子的口味那個品種 有哪一隻口味是會BANG的 有哪一隻口味是不會BANG的 有哪些品種是會BANG和BANG的 其實它還沒有跟你講的 其實OK 那我相信都不會太過寬鬆 老實講一句 都會比較辣 我會覺得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如果是 全部是督中了 就是武芯科技 到底那些東西的話 那其實都會比較麻煩的 就是和叛滅了它 都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說簡單來說 6969這個政策 就是在政策的運行之下 6969應該是和近乎放差沒有分別的了 但是在武芯科技裡面 它還沒有真的完全放差你的 這個 仍然是有一定的危險 你都老實講 如果它真的出了條條文 是放差你的話 現在武芯科技已經完全是沒事的 那請問為什麼解釋到 它前三天的低位 比未公佈政策 是有一個政策干擾 那時的最低位 還是低過呢 所以大家可以反思這一點 那個momentum是低了一定是有原因的 OK 所以我會覺得 在講那麼多話之後 我會覺得結論就是 如果你給我在這個電子板塊裡面 如果你是有博弈相對低位 你寧願博弈一下 例如斯坡2 或者是光沛了股的華寶336 那都會騙得定 是最大的uncertainty factor的武芯科技 好啊 好啊 謝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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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醬